面对中元节到来的时候 依照民间传统的习俗 也都会准备丰盛的贡品来款待好兄弟 然而林口区公所也不例外 结合了民意代表还有各机关单位 在区公所一楼大厅举行了简单的普渡仪式 区长也希望区政工作能够顺利的来进行 并且希望地方乡亲都能够平安健康 中元节到来林口区公所 立委吴玉生服务处市议员蔡淑军 护正事务所环保局清洁队等单位 依照民间习俗在公所一楼大门口 办理中元普渡 由区长朱思荣率领各科室同仁及各里里长 祭拜神明与好兄弟 祈求区政顺利全体市民平安 在今天7月14的中午 举办这样子的一个中元普渡的祭祀仪式 那也祈求呢 藉由这样子的仪式呢 能够让我们林口也是我们也有我们 包括我们所有新北市能够风调雨顺 然后能够国泰民安 最重要的也希望呢 在大家的努力跟保佑之下 然后我们林口区这一边呢 一切能够顺顺利利 然后每一户每一户人家呢都幸福平安快乐 中元节一民间习俗家家户户都会在门口准备 祭司贡品祭拜好兄弟及地基主 林口区公所等单位 一行人也准备了丰盛的饼干 饮料水果等贡品祭拜好兄弟 另外还言请法师送金普渡英光 祈求区务工作顺利 车辆出入平安 永家的记者林口采访报道